你为什么要保护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怕了吗 据说在台湾的某个大学里流传着关于女鬼桥的故事 每个日年的2月28日晚 桥上的13个台阶就会变成14个 只要踏上了最后一个台阶 就千万不能回头 否则 听说剑校初期女鬼桥也只是座无名桥 可是有个女生约好和男友到桥上私奔 结果等到12点了男友都没来 台北五个男人欺负并溺死在水中 那天正好是润年2月28日晚 于是女鬼桥的传说就此开始 你就说这可不可怕 但是就有那么些学生明知道这里很可怕了还敢来 为了有更多人壮胆 他们组成了探险小队 在2016年的2月28日晚上 一起来到了被称为禁地的女鬼桥 做实验的人正是胆子最小的四眼 短发没有红布帮他蒙上了眼睛 在桥上绑一根挂满铃铛的红绳 等时间一到 二伟拉拉拉红绳 四眼立刻拿下红布戴上眼镜 咬牙往阶梯走去 一 二 三 四 猪人立刻发现不对 原本说好了不可以数台阶的 四眼怎么数了 几人赶紧冲上去想阻止 可四眼却已经数到了第14个台阶 直愣愣地站在了原地 下一秒 桥上的椅子动了起来 而四眼也随后消失 几人想也没想就追了上去 树上立刻掉下了一个恐怖玩偶 原来这只是男生的恶作剧 然而 他们身后的椅子再次动了 几人转身的瞬间 黑肠指反应过来 我们是不是在阶梯上回头了 这下大家都怕了 疯狂朝宿舍楼跑去 四眼却从一旁跳了出来 以为大家都被自己的恶作剧吓到了 然而 作为怂包的他也不敢回头 结果这时候前面的灯全按了下来 四眼想用手机照明 可一通电话打来 他手机直接掉身后去了 新买的手机不能不要 四眼表示要去拿 不能回头他就到这走 可就算这样 四眼还是摸到了不该摸的东西 另一边 逃跑的几人已经顺利回到宿舍楼 话说这宿舍环境挺阴森的呀 辫子姐和大个子还在互相埋怨 但黑肠指早就看出来了 两人之间有暧昧的气息 趁大个子去上厕所的时候 黑肠指抢过辫子姐的手机偷看 却见宿舍门嘎吱一声 缓缓打开 露出对面的C16宿舍 梁看出脑袋左右看了看 没发现有人 只好当作是风吹的 不过他们这边是没事 在厕所的大个子就惨了 原本在开开心心的怒放 可不知道哪个缺心眼的 在厕所里踹门 还踹到了大个子的隔间 大个子也不怂 当即就到手机想把人拍下来 厕所的门缝里递出一只手机 大个子按下快门 好不容易把手拉回来 却已经溅了血 到底是谁这么欠收拾 大个子裤子一提冲了出来 左右看看这里没人 这里也没人 但是洗手池的水龙头都被打开了 大个子连忙把水龙头都关掉 结果项链还掉进去了 他只能伸手进去逃 项链没逃到 反而拿出了一大堆头发 实在太恶心了 这是一个铁桶从旁边滚了出来 大个子摇牙摇起身 走过去一看 铁桶里已经装满了污水 大个子已经知道大事不妙了 可还没来得及逃跑 铁桶里冒出一只黑手 把大个子死死拖进水里 很快人就没了动静 另一边 短发妹和阿伟发现 四眼一直没有回来 就来到女鬼桥看看 人是没看到 反而找到了四眼的手机 上面还沾着污水 莲安以为四眼偷偷躲起来 恶作剧了 于是来到学校的监控室 准备从监控里 找找四眼的去向 短发妹很快就从屏幕上 找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奇怪的是 阿伟却什么都没看到 她有些害怕 赶紧拉着阿伟离开现场 待在宿舍的辫子姐和黑长植 左等右等 等的都尿急了 大个子也没回来 于是莲安决定也去上个厕所 黑长植急匆匆的跑了进去 结果怒放到一半 就听到厕所里还有其他声响 辫子姐大了胆子走过去看 好吧 这是辫子姐的恶作剧 黑长植被气跑了 辫子姐刚要上去追 就发现自己的手粘到了脏东西 她洗了好久都没有洗掉 好不容易洗干净了 辫子姐就听到身后传了一声求救 她颤巍巍的转头 看到的却是已经死去的大个子 大个子嘶吼着冲了过来 吓得辫子姐直接一个平地摔 爬起来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 与此同时 被气跑的黑长植看到416宿舍门开了 于是好奇地走了进去 发现床上好像放着什么东西 黑长植正站在楼梯上看 只有只手碰到了她的脚 吓得她一个弹射直接跳上了床 躲到了角落里 可躲着躲着 有滴水落到了她头上 黑长植壮着胆子抬头看去 就见天花板上贴着一个阿飘 她恨不得当场去世 赶紧朝门外跑 可宿舍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还好刚从宿舍跑出来的辫子姐听到了声响 梁河里这才打开了门 接下来肯定是要跑了 结果两人遇见了鬼打墙 不管跑多久都在二楼 辫子姐一咬牙撞开了一扇门 却发现他们来到了天台 辫子姐快疯了 躲在水箱下瑟瑟发抖 黑长植只能安慰她说 参重一点 我保护你 说完 黑长植就去找出路 结果她刚有了发现 参赞 辫子姐惊恐地看着这荧幕 根本来不及做什么 就听见水箱里传出轰轰轰的声音 下一秒 辫子姐的头顶也出现了一只阿飘 把她拖进了水箱里 话说这水箱的名字挺别致的 叫有翔 总之辫子姐很快就凉了 但黑长植却活了下来 她赶紧朝学校外跑 顺便用手机联系辫子姐 可刚走了两步 她就发现自己来到了女鬼桥 而且本应该死去的辫子姐 就在她身后哭 边哭边朝黑长植靠近 嘴里还不断念叨着 黑长植觉得自己也要疯了 看着已经被阿飘控制的好友 黑长植一边摇头一边疯狂说对不起 看着阿飘从辫子姐身后冒出来 黑长植赶紧撒腿就跑 按照逃跑必摔跤的规律 黑长植也摔了 最后只能爬着上楼梯 可爬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阿飘从身后抓住了她 这边人已经差不多都凉透了 另一边的短发妹和阿伟还在找四眼 他们来到美容室 结果灯打不开 只能阿伟自己进去找人 短发妹就在门口等着 结果找着找着 她看到了四眼 就从另一个门出去了 换短发妹进去教室里找阿伟 美容室里到处是假人 只要混一个阿飘进去 黑漆漆的谁也看不清 短发妹就被假人吓得够呛 想跑却不小心摔了一脚 阿飘就在此时冒了出来 还好阿伟及时赶到 两人这才逃出教室 他们倒是跑得顺利 在半路还遇见了黑长植 说要带他们离开 可两人走着走着就发现不对劲 这不是去女鬼桥的路吗 两人不敢继续跟转身要跑 结果短发妹直接被阿飘拖进黑暗中 阿伟当然跟了上去 结果就见拖着短发妹的人 正是黑长植 就见黑长植一个发力 短发妹就被掐住脖子挂在半空 阿伟正要救人 却见黑长植的身后 也出现了一个阿飘 对着她一尖叫输出 阿伟想也没想就跑了 可惜没长好路 跑进了死胡同 黑长植很快追了上来 阿伟请求她放过自己 可黑长植却说 我下去也没有比较好 不可以解开脚的缝衣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四年前 黑长植就和一群小伙伴来过女鬼桥世代 当时和她一起的有辫子姐和大个子 以及另外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炮灰 那天辫子姐无意间拿下了乔的封印 放出了阿飘 结果他们都在那次活动中死了 只有黑长植活了下来 负责在四年后带着另外五人到女鬼桥来 而四眼短发妹和阿伟 以及同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两个炮灰 成为了黑长植的目标 控制着黑长植的阿飘告诉阿伟 如果想要活下去 那就动手杀了黑长植 这样就能代替她的位置 说着她递上了一块砖头 阿伟虽然不想动手 可是为了活命没办法 只能杀了黑长植 2020年2月28日这一天 一个记者来到了女鬼桥所在的大学 他修了调查四年前五名学生连续死亡的彩案 想要解开女鬼桥的秘密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记者却怎么都找不到2016年这群学生的合照 直到他点开了这张图 发现帮几人拍照的阿伟 正是自己的摄影师 阿伯从决定来调查的时候 就已经走上了一条死路 影片就此结束 是不是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两个恐怖传说 小妹就听过好几个 什么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声 走廊上出现的脚步声 还有出过室的宿舍楼 总之怎么吓人怎么来 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过其他的恐怖传说 欢迎和小妹分享哟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